作為唯一的潛力股 我建議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海輪絲 9869 為什麼我覺得可以留意一下呢 商務部其實剛剛公佈上半年的 餐飲銷售 在線 同比增長2.6% 帶動整體的餐飲消費股等等 其實有一個刺激 今天叫做輕微 無論你受惠倒也好 或者受惠不倒也好 但你等到餐飲相關的話 今天看到那些股份 都會有一個不錯的動力 還有海輪絲 他主力做什麼呢 主力做一些酒館相關的業務 你內地雖然說 其實都有些疫情的反復 但其實你沒有之前風情那麼嚴重之下 而你那些人又可以讓他流動一點 甚至在區內都可以流動 對於他的業務來說 其實都應該可以改善 另外第三點就是什麼呢 他最近推出了一個新的策略 就是酒館加大排檔 其實這個策略 給一些券商相對上是覺得不錯的 覺得這個會是一個不錯的營運模式 可以支持得到未來的增長 有機會可能是一個不錯的增長動力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追蹤一些 有些事件 以及本身的業務有機會改善 以及會有些增長動力的話 海輪絲是可以一隻去看的股份 你再看看技術走勢 他現在其實都是沿著一個 升幅向上的升幅 他做顯著一點 升8% 其中一隻是可以去留意的股份 上網 首先看之前7月做出來的高位 18.36元 即是如果能破得到的話 可以看回3月的高位 埋著20元的水平 向下的話 可以在向下塞降軌 或者你塞7月的低位 可以放低一點點 埋著14.38元 這個水平 如果真的穿了的話 可以最後一個止雪來長官網